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現在在2020年1月1日早上7點47分 我現在要播《倫語愛》 2020年6月22日的部分 是言冤一共在《倫語》裡面出現了8篇21章 這一章是17章 那它是第11篇第10章 他說言冤死 門能遇後葬之 子曰不可 門能遇後葬之 子曰回也 事於由父也 餘不得事由子也 非我也 乎二三子也 這個11篇的7、8、9時 都是在講言冤死的狀況 言冤死的時候第7章是 言陸秦只知車為之過 然後孔子說 柏宇死也沒有 也是有觀而無過 那個年代大概是 就是 車子 有馬的車子 有車子 然後就是棺木放在上面走 那柏宇也沒有 沿路跟演員講 跟孔子講我借你的車 孔子說 從代物之後 就說他從代物之後他就有馬車 有配備馬車 他就 那馬車是他做的 而不是給棺木做的 這是第一個 一開始就這樣 但是第8 第9 第10 他又那麼難過 這為什麼車不可以 這不通人情嘛 在我們現在來講 但是禮不可廢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 原言使門人遇後葬之 孔子說不可 門人還是後葬之 子也回也 勢於猶父也 餘不得勢猶子也 非我也父兒和死也 我把你看成我兒子 我兒子死也有關無過 你也有關無過 是啊 對啊 但是 你那麼 生命那麼的珍貴 你死的時候 同學們把你後葬 我說不可以 同學學們不聽我的 還是把你後葬 他說 楊輝 勢於猶父 你把我當成爸爸看 我沒有辦法當兒子看 非我也 乎二三十也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 柏魚沒有後葬 這個後葬不後葬 在歷代上 事實上影響很大 像曹操 不管人家怎麼講 他自己在以他的地位來講 他交代不能後葬 所以在人生旅途上 你到底是怎麼想 當然很重要 那子孫怎麼講 也很重要 所以 乎在觀其志 乎摩觀其心 三年無改 乎之道 可謂孝贏 所以 李厚夫 此下 說 巧笑千兮 美目盼兮 孔子說 廢事厚述 此下說 李厚夫 孔子說 其惹喪也 思刻以言思以義 所以 孔子 他活著最快樂的是 因為他有這些弟子 所以得天下陰材和教師 有盆治永往來 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所以這些 跟伴侶一樣 就是有催殘素 O-X-Y-T-O-C-I-N 催殘素是 讓子宮能夠順利生長的 來自這個腦下水體 旁邊的下氏球的四旁盒 透過腦下水體後葉 然後把它分泌出來的 所以在人生旅途上 有很多很多的可愛 也很多不得已 但是就像孔子講的 言以足智 文以足言 言語就是來表達 我們人跟人的互動 文就是來表達你的言 所以沒有言不知心不知人 沒有文言傳不遠 所以在論語裡面我想 很多的觀念是非常可愛的 那言言史這七八九十十一 七八九十十四章 有確實有它的味道